8月12日,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的52层,一间名为朵云的书店正式开业,在239米高空之上勾勒了一处柔书籍展示、艺术展览、文化活动、休闲服务于一体的山水秘境。 趋近通幽步入连绵书洞,山形书架,书浪有致,如一卷气韵生动的水文化,一步一景。 显坐于好望角空中花园,抬头望天空,云卷云书,低头保揽,纸上风光。 2200平方米的书店空间内,16000种中外图书行逻起步,云上世界与纸上世界的诗意碰撞,引人无限遮想。 当时感受就是,我好像在山上,这个我好像是在山上,这239米已经比蛇山高了。 所以我就在脑海里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创造一种山上的感觉。 那么山上有什么?山上有秘境,有香里拉,山上有山洞,还有层层叠叠叠,这样子的话,这个设计就做出来。 高品位的选书,让此处云上书店更显深度。 豆瓣高分书房专区,临选近千种豆瓣高评分图书,向读者动态推荐来自豆腐的精彩书评。 知名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协力打造的20个有态度的书架,为深度阅读提供多样化参考。 世界十家书店之一的伦敦书评书店也在此开辟了合作专区,集中展示约300种英文版新书,并定期更新。 朵云书店上海中心旗舰店的高度举世瞩目,239米刷新了上海的文化天际线。 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王兰看来,希望这间漂浮于云端的书店能够成为每一个人心中理想的阅读空间和心灵家园。 我觉得一个国际化的城市非常需要有一个文化的会客厅,所以我们打造朵云书院这个品牌,就是想让它能够成为上海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我想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到的高度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更多的它会体验到我们上海出版的高度,上海阅读的高度和上海文化的高度。 云上看书是种怎样的体验,首批读者对此赞不绝口。 这个样子充满着读书气氛的一个环境中,我觉得既能看书,也还能看风景,就是太完美了。 当日,《指环王》系列电影艺术指导约翰豪,德国著名哲学家沃尔夫拉姆·艾文伯格,中国著名作家于华和毕菲宇也来意犹这座上海最高实体书店,引发现场关注。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